他其實當時是一部微電影的主題曲 那有好朋友就跑來問我說 就熬我歌詞寫一下這樣子 那就是寫完了詞之後呢 後來這個拍《聲如下花》的這個微電影的這個劇組啊 就很可惜就是裡面有人就是離開這個 對 那為什麼會想要把這首歌借過來做 是因為這首歌他在那個微電影裡面的故事 就是在演一個繼承夢想的一個故事 就是兩個人 那有一個人可能他結束了生命 然後另外一個人他去接力 接棒就是把這個夢想繼承下來 那你有看過他電影嗎 對 有一種喜歡 《極樂宿舍》是我最早發農 哈哈哈哈 你是那個什麼什麼什麼 喂 喂不要再講那個話 對對就是 明明宣傳片講那麼大聲 為什麼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英尼爾在 讓我歡迎特別來賓休斯 我和你啊就這樣吧 一步一步走到遠方 就在見面啦 你也看到了嗎 他們都說這家和幸福的妹啊 嗨 哈囉 大家好 我們是休斯 我是主唱宣情 我是吉拉索欣 我是貝斯手德懷 好 要不要先講一下你們最近的動態 我們最近的動態 我們在2020年就是今年的2月27號已經發行了 我們的第二張單曲叫我們就這樣吧 那這一次的話我們比較多會跟大家在平面 或者是一些專訪上面見面就比較沒有現場的這樣子的表演 第二張其實我們第二張單曲跟第一張的曲風算是蠻不一樣的 對因為我們也是想要做一些不一樣的嘗試 然後其實在我們各自的創作裡面 也有蠻多不同的風格的 因為主打的歌是我們就這樣吧 其實這首歌是我很久很久以前寫的一首歌 然後其實那就是年輕的時候談戀愛寫下來的歌啦 就是他很年輕的時候 欸很年輕我現在也還很年輕啊 他非常奔放 對對對就是我們要care年齡這件事情 對就是很年輕的時候就是談戀愛 那個時候心態就是比較比較單純 就是你很喜歡一個人的那種感覺 所以寫下這首歌 但是這首歌後來是有經過心風的改變 因為他就把他的節奏改了一下 然後也把副歌的地方就是重新做的調整 那這一部分的話可以讓心風來講 對讓心風來講 蛤 不是你把我的歌重新做的調整 突然挑走 突然挑走 你剛剛不要去哪裡 M2 對這首歌其實他 因為宣情他其實很會寫旋律 一開始我們認識的時候他那個時候還是想做音樂 是吧 是 對那個時候 所以他我覺得他階段性他都有累積自己的一些demo 就是一些小作品這樣 所以就是我們就是做輔助的工作 然後把他的曲子加工 讓他更好 阿聲如下話的話這個就是 其實是從心風這邊來的一個故事這樣子 那你要不要講一下 也不算我的故事啦 我們的共同的一個朋友的朋友的故事 他繞得很遠 對 反正就是你有合作的一首 對對對 他其實當時是一部微電影的主題曲 但那部微電影也不是說什麼大製作的那種微電影 就是小製作的一部微電影 那有好朋友就跑來網說 就熬我歌詞寫一下這樣子 沒有啦 對對對 沒有啦 我也是聽了之後我也蠻喜歡這首歌的旋律 然後 因為他的劇情已經很鮮明了嘛 所以填詞上就比較沒有那麼大的想像空間 所以其實就是寫的會比較快 因為他的劇情都已經鋪好了 我不需要再去想別的 對那就是寫完了詞之後呢 後來這個拍聲如下花的這個微電影的這個劇組啊 就很可惜就是裡面有人就是離開這個 這個對 那 那為什麼會想要把這首歌接過來做是因為這首歌 他在那個微電影裡面的故事就是在演一個繼承夢想的一個故事 就是兩個人 那有一個人可能他結束了生命 然後另外一個人他去接力 接棒 就是把這個夢想繼承下來 對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 滿感人的故事 那我就 後來現實上就真的發生他就是真的有一個人離開這樣子 那我就覺得說 這樣子有點可惜這首歌就擺在那邊 那那個時候就拿來給我們 我們就想說 拿來給修士唱看看 感覺怎麼樣 然後就剛好去演出的時候我們就唱 欸唱出來感覺很好 所以當下我就決定說 那不然我們就把這首歌也繼承下來 等於說我們在現實上也把這個作品繼承到修士 繼續唱他 對那當然編曲上面我們有改變了 就不是原版的樣子 剛才有講到其實你是演員部分 那對於演員跟音樂部分 你能不能分享一下 我覺得演戲 因為我是做目前表演 那演戲這個部分對我來說是 找到自己 我覺得演戲很好玩 他其實也是把能量傳遞給別人 可是在你真正的傳遞給別人之前 我認為演員你要先充分的了解自己 那在接觸不同的角色當中 其實每一個角色我都會發現很有趣的一件事 就是你會覺得這個角色跟你很不一樣 可是最後你在理解他跟演完他的時候 你會發現其實他也是你 所以我就從演員這個經歷當中去了解到很多人的面相 就是你可能會覺得 比如說我覺得你很活潑 我覺得我自己很文靜 可是我覺得不是這樣的 只是你習慣把你哪一個面相拿出來給別人看而已 其實所有的人 你可以在所有的人身上看到你自己的影子 只是你有沒有去仔細的看他 那我覺得演員這個身份 讓我在這個部分學到了很多 但是因為學到了這一些 再回來唱歌的時候 我覺得對我在詮釋歌曲或者是在把東西交出去的時候 更能夠去有一些細膩的情感在自己的 表達上面 對在表達上面去做一些流動 我自己的感覺啦 因為在沒有表演之前 我覺得唱歌對我來說是很單純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就只是唱 我就只是會去聽 我覺得我的音有沒有唱得準 然後我唱得好不好 可是其他的情感面 其實我是沒有顧到的 但是因為做了表演 讓我覺得說其實 這兩個看似很不同的東西 他們也是相關的 倘若說戲劇是找回自己 或者是就是認識自己 那唱歌對我來說就是 我就是希望可以把我所 理解到東西就是 傳遞給別人這樣子 就認識的形式來表達 那你有看過他電影嗎 對 有一種喜歡 那極樂作者是我最早發了 哈哈哈哈 你是那個什麼 什麼 喂 不要再講那個話 對對對就是 明明宣傳片講那麼大聲 為什麼 我沒有直接 把那個 開玩笑 開玩笑 因為就那一部我印象很深 因為我一直覺得 他應該是要演那種 玉女你知道嗎 你是說很文靜的那種 對 他都是那種玉女 就是要不然就是 比較 我沒有人想到那個 我沒有人想到 不是因為那部片 剛好他跟就是 那種玉女有一點關係 是沒錯啦 對啊 他的形象一直以來 我覺得 我看你比較多 是演比較可愛型 對 因為 對 因為可能我個子比較嬌小 所以就會比較被鎖定在 就是 比較多 對 所以你演極樂出色 其實我當時看 我還蠻驚艷的 可是你現在回想起來 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那個人才是我的性格 對那個其實是比較像 就是比較海派 對 但是我其實演很多 都是很 很內斂 然後很 很老實的那一種 所以很多人就是看完 就會想說 我應該是那樣吧 就是很安安清清 然後可愛可愛 然後說不知就是本人就是 比較不一樣 聲音很大 然後腳很開 我是去年 在大阪還沒回台灣的時候 然後剛好就是 我也還沒畢業 然後有一場表演 就是 算是學校的老師吧 就邀請金鳳 因為我在學校的時候 我們是完全沒有重疑 就等於在學校是沒有認識到的 對 我進去的時候 其實金鳳已經畢業了 對 然後就剛好就在我畢業前 那場表演 然後老師就 請金鳳來看我表演 老師就問我說 欸 台灣最近有留學生 貝斯很厲害 然後來看一下 然後我就很有興趣 然後就去看 就因為那場認識 對算是 因為就那場表演 然後 表演完 我們就互相留 聯絡的方式 對 然後就一起 去喝杯咖啡 對 約約會 對 對 在日本一起約個會 然後就被我魅惑了 然後就被我魅惑了 哈哈哈哈 然後就魅惑回來說 我要帶一個人進休息 這樣 哈哈哈哈 然後就說 你 對 那你當作的想法是什麼 沒有沒有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蠻有趣的是 呃 因為我們一開始成團的一個共識 就是說 其實人少也有一個好處 就是 討論事情很方便 然後 因為我覺得 這跟每個人個性有關 因為我的個性是我 一旦認定一個人 我就會很認真的對待他 所以對我來說 要加一個新團員 其實是一件很深重的事情 我覺得 關係建立就是這樣 就是你建立起來之後 有很多的 很多的時候是 要靠相處 那 因為一開始我跟德懷是 我認識 那我就會覺得說 欸 這個人 那我想要跟他相處看看 然後想要跟他合作看看 我們再決定 因為跟一開始想像的 好像 不太一樣 可是後來只是想 我覺得德懷的加入 其實為我們團 帶來了比較新鮮的感覺 那對於他 這個個性 他起進來就這麼安靜 他太有禮貌了 他太有禮貌了 這怎樣都是從日本回來的 這樣顯得我很美歌調 這樣顯得我很美歌調 其實我覺得德懷 我覺得很好玩的一件事是 德懷是 很有禮貌的人 可是 我不曉得為什麼我一直 我們現在是 團員真心話 真心話 我覺得德懷一直給我一種 野的感覺 是因為頭髮嗎 不是欸 不是 不是野爺 是野 就是 他雖然很有禮貌 可是我一直覺得 他的內在好像是有一種 很不羈的感覺 你是這樣嗎 對我是看你的人 對啊 放蕩不緊 就看外星就知道 然後就很有禮貌這樣 但表現出來 卻又不一樣 對 其實他滿有個性的 我覺得 而且他 他也是在 很多 就是想法上 他也是會 直接 又不失禮貌的溝通 我覺得他是屬於這種方式 然後那個 心風 就是那種 圓滑 又帶一點 隨和的溝通 就是我覺得個性 就非常不一樣 對啊 那心風 對於 這樣好嗎 德懷的話 目前沒有什麼 因為他就一直 一好一好一好 你知道他一聽起來的時候 他在宣秦姐姐的時候 我都會 他到現在 我心裡講說 有需要這樣嗎 我跟你講我想到一件事情 沒有啦 等一下 剛剛這句 逼掉了 逼嗎 逼掉這樣子 就是我想到一件事情 是我之前 跟心風在 有一次就是在吵架 對就是在交接東西上面 沒有交接好 然後 然後 到後面吵一吵 又和好的時候 怎麼感覺 人家在講情侶啊 又和好的時候 就是 我記得我 我跟他講說 我今天會這樣對你 是因為我非常在意你 我是那種大愛大恨喜的 所以我現在恨你 我就是說你這樣很討厭 但是我現在就是很care你 我就會讓你知道 就是我個性可能比較 氣氛比較大 是這樣講嗎 那最後再想問一個 就因為你們歌詞其實有提到說 就是孩子氣這個部分 就誰 誰 在團員裡面有誰是比較孩子氣嗎 都有吧 對 我覺得都有耶 因為我覺得 如果做音樂 就是我們本來就是像個小朋友 是 就是光做音樂這件事情 就已經是我們是在說 自己喜歡做想做的事情 因為這件事情就是 不算是可以得到什麼意義 或者是基本上來說 出發點 對 或許以後可能有機會 但是 我們並不是因為 這不是工作 其實 對 所以 在做這件事的時候 我自己也會覺得 其實大家都很像孩子一樣 我們就是在玩啊 對 包含音樂圈 大家應該都是 而且德懷的答案其實就 跟 就是我當初寫這個詞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是沒有太大的落差 因為我覺得 人在一個你很喜歡的狀態裡面 你都是會顯得孩子氣的 所以這個對象其實沒有 特定是誰 對 即便是很成熟的人 或者是 可能年長輩吧 他們也一定都會有這一面 對 就是 同心的這一面 接下來我們主要是 今年 今年內 希望把專輯可以發出來 實體嗎 對 實體專輯 因為現在 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發行實體吧 都是數位上架 那當時其實 在討論的過程中 就決定 實體是發專輯 對 那有幾個目的啊 對 主要也是我們也想 衝看看金曲這樣 但是 對這個隨緣 這個隨緣 那一定要在今年底吧 對 一定要在今年底 對 但隨緣啦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隨緣 大家努力 然後我們把好作可以做出來 然後 接下來就是 真的是希望下半年有 很多機會可以跑演出 專長 對 因為 演出還是很必要 對樂團來講 樂團如果沒有演出 那等於說少了一半的聲音 對 所以這個東西 就 希望吧 好 那我們就先來做結尾囉 好 好 那最後喜歡修飾的朋友們呢 可以到他們的FB IG跟Youtube 我會下 放在那個資訊欄 然後可以點進下去看 然後喜歡的話可以訂閱按讚追蹤 然後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也可以訂閱按讚追蹤 然後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現在要帶來的這首歌叫做《深如下花》 它是我們第二張單曲的第二主打 希望你們會喜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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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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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